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它既有比较丰富的颜色变化 因为不同的地方暗部明部 摄影图里面的颜色通常都是会变化多端的 然后又因为它的形状也很复杂 可想而知用模棒或者用选择工具去选 都会需要花一番功夫 不信大家课后可以试一试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色彩范围 选择工具把它点开 然后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用取样颜色来选 我们点击红色以后 就会画面中就会出现 被选择的地方就是白色的 没有选择的地方就是黑色的 然后按住shift键是加选 我们把不同深浅的红色都给选出来 可以随便去点 因为画面上的红色出现的还挺多的 我们看到白色的地方基本比较完整了 然后还可以按住out键减号 把一些不需要选择的地方也点一点 因为刚刚说不定有选多了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红色其实已经深的跟这里很接近了 不需要选的地方再给减选一下 画面上相应的会有一些颜色减少 而且这里可以调整颜色容差 跟模棒里面的容差是一个意思 这个功能我个人认为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图不能放大 预览图不能放大 做好以后确定 红色的地方就被选出来了 有些地方尤其是比较远的 跟这里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套索工具按住out键 减去把这些不应该选上的地方给减去 然后没有选上的地方再 切换回模棒工具按住shift键加选 其实这里就是各种选择工具的综合运用了 好大致选出来 做出选区以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进一步相应的操作 比如说这里提前介绍一下 色彩平衡 我们把它的颜色调得更加的蓝一点 轻一点啊 就变成眉红色了 画面视觉效果会很不一样 再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要去把黄颜色的地方给选出来 该怎么办呢 用模棒或用快速选择都会很费事儿的 同样用色彩范围 在这个图里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 这边白颜色的地方把天空的也给选了 所以按住out键 再减去不该有的颜色 同样以色彩平衡为例 让它红一点 好 例子举完了 这就是色彩范围的用法 在我的讲师主页里面的第七节课 也就是第二个案例课 那个R的艺术字 里面的星空的做法就是用了色彩平衡 所以色彩范围可以选择分布特别零散的这种颜色 大家可以课后去试一试 下节课见